今天这标题还特别的上 东北林子里的怪物 哎呦 这故事好多朋友可就好奇了 因为前些日子好多人说 说咱这节目总是一些鬼影重现 他们想听怪物内容 那我马上就得给大家伙准备了 接下来您就找个安静的地界 听听我怎么给您讲 这期东北老林子里的怪物 咱们聊这件故事之前呢 我得带着大家回忆一些事情 或者是给您讲一些老年间的事 因为咱家的听友90802000后非常的多 都不知道之前到底中国发生过什么事情 这个故事的背景啊 要从1955年 国家的一五计划期间开始说起 那这一五计划是啥呀 我呀给您简单说 因为除非是当年上山下过乡的 或者是爷爷那一带才知道这是啥 一五计划呀 实际就是东北黑河一带 从黑河建立了第一个指挥部 进行啊 大新安岭 小新安岭的整个的开放 大新安岭 小新安岭 我就不用介绍了 大林区 那林子大的 哎呦 语言根本没法形容 大家是没法想象的 林子深处 本地人都不敢进去 进去之后 你百分之百转了 像想出来呀 你就别想了 可是啊 唯独能够在林子里穿梭的 就是本地的老猎人们 咱们这故事 就是从老猎人身上引发的 可是这故事提供者是个90后 他跟我说 他说凯哥这事是他爷爷给我讲的 他爷爷早在年轻的时候 就参加了这一五计划 在一五计划期间 爷爷作为当时的先进青年 属于负责地质勘探这种的 在这种背景的情况下 跟着部队就奔着黑河去了 整个科好队啊 爷爷说我们刚到黑河的时候 知道东北冷 而且知道黑河那边非常的原始 但万万没想到 跟着部队到了黑河之后 发现这地儿原来是这样的 五几年的黑河可不是像现在啊 到那儿跟城市差不多 一看哎呦 这中国的边陲小镇也这么漂亮 那时候的黑河根本几乎没人 爷爷到了那儿下了车就傻了呀 随着这一路的气温就在下降 说到了黑河的时候啊 起码得有零下接近四五十度了 您想想当时这是什么局面呢 而且马上接下来还要进行 大面积的邻居地质勘讨 好家伙 爷爷说那会儿可没有现在的北面呢 没这么多专业的护具 那寒冬给人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可是没办法 这是为国为民做的大事 这事是必须要进行的 到了黑河休整了七八天 爷爷跟着军队 当时就一路奔着这深山老林里边 开始进军了 进到深山老林之后 走到林子的半中间的位置 大概步行啊 有这么六天左右吧 选了这么一个地界 干嘛呀 安营子扎寨 当时军用战捧扎了有六七个 人也不少 从这个寨子扎完之后 爷爷说就得分头行动了 军人有他们的事情 我们地质队有地质队的事情 那时候分头行动的开始啊 领导们三令五身 就是大家千万不能走丢了 千万不要坚信自己啊 能回来 一定不能超过一天的路程 也就是说 只能围着这寨子周围 您就照着大半天走 走到下午的时候 一定得回到寨子来 如果真正的进行大规模的迁移 一定要跟着大部队 个人能力是绝对不能前进的 当时爷爷这一行人呢 大概是十二人 这十二个人是非常的听话 也都规矩 当时里边这十二个人的组成 有四个战士 剩下全都是科考人员 奔着这林子周围就开始勘探 主要勘探的内容 就是看看地下 有没有什么矿石啊 石油啊 有没有什么可用资源什么的 可是爷爷说啊 在勘探过程中 到第二天的时候 就出现怪事了 这个怪事和灵异没关系 爷爷能保证 这是实体的事情 因为到第二天的时候 他们先是往东面走的 把东面勘探完啊 开始往东北方向继续前进 等到了东北方向啊 离着老远的位置 就发现了有一片特别密的树林 由于这一行人中啊 有本地的军人 非常了解本地的地貌 而且有普列经验 到了这片密林的时候 就告诉爷爷他们说 前面不能走了 而且当时说的是非常的惊慌 爷爷就问是为什么不能走了 这军人就开始指着前面的树上说 说这树不对 树皮像是被动物咬过的 而且上面有大量的动物爪痕 再往前走 弄不好你就得把自己啊 送到熊窝里边去了 东北的山林子里边 大家不要以为是东北湖可怕 老虎胆子并不大 没饿到极限 它不会跟持有文明的人类对抗的 最吓人的就是这熊 所谓就是好多小说里说的人熊 东北的大宗熊 这种大宗熊智商奇高 能达到人类的十几岁所的智商 这种熊啊 非常的沉着冷静 它知道什么人好欺负 该从什么角度下手 啥时候动手 由于脑子发达 所以说熊才是林子中的人类的天地 此时这本地士兵说呀 说这树上的这爪痕呢 明显这是有熊出没的痕迹 所以啊 让他们绝对不能再往前行 就在这个时候 一行人十几个亭靠在那 观察前面密林 就是这么聊着半截天的功夫 突然间呢 这林中就传来了吼叫声 爷爷说呀 这吼叫声是闷响的声音 嗡嗡的 熊叫爷爷由于工作的原因 见过熊不是没见过 熊叫是私叫声 哇哇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声音 但是爷爷说 此时耳朵听见的声音呢 像牛叫 而且那声音太大了 声音的分贝呀 就跟天上打的闷雷一样 可是明显不是天空传来的 是前方密林深处传来的 这几个声音连续的嗡嗡作响 吓得当时这些人呢 马上就开始准备退去 此时这军人就觉得 还在这些人面前炫耀一番 意思是说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的经验 再往里边走 咱全都得交代在里边 马上 这些人全都停下了脚步 就开始往回退了 爷爷说当时啊 走得特别急 因为前方实在是不明确 声音太恐怖了 那不是我们十几人能对付的 到了后边 玩命的就开始往营地跑 赶到营地之后 把刚刚听到的声音 遇到的事件 还有地方的方向 全都跟大部队说的是清清楚楚 可自打 爷爷跟这个部队的领导 把听到山林处传来的怪叫声 说清楚了 这领导的好奇心呢 比所有人都重 可能也是因为岁数不大 领导就决定啊 准备到这山林中探个究竟去 当然这时候爷爷也没阻拦 为啥呀 因为当时啊 军队的人很多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枪 这枪可不是普通的警察用的小手枪 全都是高级的军用装备 那就算是全副武装了 这些当兵的兵哥哥军人们 觉得手上拿着枪 这林子里你就是有啥活物 那能打得过冲锋枪吗 所以领导这一说话 大家就一呼百应 没一个人怕的 就于当晚就做了决定 准备于明天早上起来 就奔着这森林去 看看这到底林子中是个什么大玩意儿 要是个什么大个儿的熊啊 咱就把它打了 还弄不好送到博物馆里 这也算是收集了一个新的东西 爷爷当时也并没有阻拦 因为大家都有枪 前面咱说了 所以说心里也没有什么压力 可是爷爷说 这也是他做的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因为到了第二天 这一行人 到了这森林处 的确是建招了这个东西 建招之后 所有人都后悔了 爷爷记得 等到第二天出发的时候 是早上起来六点多 全行就出军了 帐篷没留下多少人 去的人特别多 起码都有五十人以上 奔着那天东北方向的那个森林里边 就走进去了 按着爷爷他们一行人指的方向 部队走到中午的时候就全都到达了 从大老远的爷爷就指着说呀 说就是那块地儿 再往前走就应该进去了 我们发现那些印子就是在前边的那些树上 当时人多呀 不像那天就十来个人 大家根本没有心理负担 端起枪来 奔着森林处就走 开始检查这些树上的那些爪痕磨痕什么的 可此时爷爷也是跟着过去的 他说我呀 真正近距离看到这些参天大树上面的那些爪痕的时候 我身上就毛了 因为根据这爪痕的大小 爷爷有一些基本的辨认 这东西 哎呀 这看样子得有四五个人这么的 都说东北这熊瞎子比较大 这不可能有这么大呀 熊瞎子按照现在的资料来讲 站立起来应该不到三米左右 可是这树上的爪痕显示 这不像是三米的动物 爷爷说当时最大的爪痕呢 看起来这玩意要是站起来都有六米高 而且边上好多树皮上有明显被咬过的痕迹 那些牙齿就更别提了 能把老林子里的这些参天古树咬的上面全都是洞 这牙要是穿到人身体里啊 一下就穿透了胸腾 并且还有一点更吓人的 按照爪印来看 这玩儿还不是一只 起码有三只以上 地上有残落的一些毛发 毛发粗的跟钢针一样 爷爷说特别的坚硬 毛发有灰的有黑的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留下来的 这此时瞧见这些现状的人有几十个 全都围过去了看 大家全是一片虚声 可当时没想啊 没想接下来这声音就会这么快的传出来 正当这些人还在看着树上这些爪痕的时候 就那天爷爷听到那可怕的声音 就从老林的身处又传来了 这声音也传出来啊 顿时在场的所有人身上这鸡皮嘎的都竖起来了 可爷爷说这次跟昨天不太一样 为啥呀 因为随着声音的叫声 接下来就听见大型动物的奔跑声 哎呦 此时所有人都已经能感觉到 这地呀都在跟着晃了 这东西一定是小不了 而且随着这声音的接近 明显是朝着他们方向就过来的 接下来领导是一声令下 部队所有的军人全部散开 把冲锋枪全都架了起来 等待着这大怪物的出现 后边又过了大概也就三十秒钟左右 从远处的林子里就看见有大树在摇晃 一些树叉也跟着稀里哗啦的在晃动 再又过了几秒钟 这个庞然的怪物就呈现在大家眼前了 当时把爷爷吓得呀 身体都已经快失去控制了 爷爷说这玩得有五米多高 但是他不是站立的 一直是趴在地上的 整体外观来看像是猫科动物 但是长着一张熊一样的脸 可是这张熊一样的脸啊 从这个嘴叉的旁边 织出来两颗獠牙 这俩獠牙不是弯的是直的 獠牙特别的长 黄乎乎的 从獠牙的根处滴得出来口水来 这玩的嘴张开是雪盆大狗 但是还有个特点 这东西没脖子 猫科动物应该是头脖子有一段距离 然后再连到枪子上 可是这玩意儿就好像这脑袋呀 是从枪子里直接出来的一样 还有更加吓人的 就是他这几个爪子 四个爪子呀 爷爷说快接近大象腿了 等到他慢慢离近众人的时候 那喘气的粗声啊 每吸一口气那轰鸣声 爷爷说身边都在打着颤护 就好像这树叶啊 刀被他震得冻了一样 当时在场的所有军人 包括科考队的全部人员 全都吓呆了 可这时候光害怕不行 害怕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这玩意儿已经开始朝人啊 一动了 趴在地上漫漫悠悠的 做出来一副马上就要攻击的状态 大家伙也顾不上领导下令 一些靠前站的战士 直接就朝他开了枪 这重逢枪当时得有七八个人同时开的 冲着这大怪物就 这一梭子就打出去了 可是这些子弹打在这家伙身上 爷爷说别说没打进去 应该是打进去了 但是这个玩意儿啊 无动于衷 只是往后退了几步 就好像是咱们人类被人扔了一脸东西的感觉 然后这东西退到旁边的一棵树上 挡在树后边转了两下 又掉过头来朝着大家狂吼 这声吼啊明显是给他弄急了 张开了雪盆大口 这众人被吓得开始往后退 尤其是前排开枪的那些战士 吓得是最严重的 因为是他们打的他 发现这枪根本就没有用 掉过头来啊 跑得最远了 队长当时被这吼声给惊着了 冷静了没有几秒钟 就开始招呼大家往后退 因为队长知道 这玩意儿要是攻击上来 人类是根本敌不过的 此时大家随着往后一边退 可是这东西根本就不罢休 继续朝着人慢慢的走过来 队长当时就大喊了一声 都往后给我退 赶快往后走 那谁 冲他扔手榴弹 这嗓子队长喊完 这手里边有手榴弹的兵啊 这才反应过来 大家马上就开始往后退 各自退到后边的树上 找着了掩体 这人大喊一声我要扔了 一颗手榴弹 就扔到了这大东西的身边上去 手榴弹那可跟枪不一样 那不是闹着玩的 手榴弹虽说威力不大 但这弹片飞溅 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炸烂了 手榴弹随着就落在了 动物不远处的旁边 可是这大家伙也不是个傻子 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东西 马上就躲到了旁边一颗 树后边 随后是通的一声 这手榴弹就爆炸了 可是由于他躲到了树后边 根本没把他炸成什么样 但是这炸声非常的大 这大家伙给吓着了 此时大伙一瞧啊 哎呦 这是被手榴弹给惊着了 队长下料 马上朝着他就开枪 当时得有二三十人同时开冲锋枪 那枪声是传的整个林间回荡 跟手这东西就真的不行了 那真是强虎难敌众郎 这些机关枪同时开启 把这东西一下就给吓崩溃了 再接下来 这个大家伙 转过头 就朝着森林深处 跑去了 哎呀 这当时啊 在场的众人松了一口气 这才能有一个喘息的时间 当时如果要是他再小点 可能这部队就跟着追上去了 但是队长觉得追上去应该胜算不大 号令大家赶快原路返回 就这样 结束了这一天的征程 到了后边 派过小分队再次去那地侦查过 想看看当时他流下来的血 或者是能搜集到他的一些东西 但等到再回去的时候 林子下过一些小雪 当时的痕迹除了一些蛋壳能找着 没找着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而且爷爷还特意的说了 这手榴弹呢 可能是威力还是吓人 把这东西真的给吓呆了 因为后边几次他们回去啊 想再看看去 可是就再也没听到这东西任何的声音了 好了 朋友们 这故事啊 给大家说完了 您哪 听完了这种故事 千万哪听哪了 别太想多了 因为提供故事的老爷子 人已经去世了 给我讲故事 这哥们是他孙子 而且是小儿子的孙子 他说我呀 最后一次见着爷爷是六岁到七岁那会儿 整件事都是我六七岁的回忆 也就是说 好多地方描述的并不够完善 但是咱要非得刨根问底 问这是什么东西 老爷子已经不在了 五十年代那会儿的东北山林藏 那跟现在的区别是巨大的 那种深山老林里到底隐藏着什么吓人的动物 可能现在好多东西都没法解释 往往啊 这人类都觉得自己对地球非常的了解 实际据某科学家统计啊 人类到如今为止 对地球的了解 仅仅有百分之六左右 也就是说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 到底还存在着什么 和我们一同呼吸空气的物种 是没办法百分之百解释清楚 一个东北朋友帮我提供了这么一期啊 早年间他爷爷打猎的一些事情 哎 我觉得这故事咱得拿出来讲一讲了 你看 今儿咱这标题上说了 说什么东北林子里的黑虎 这就是东北的那边的东北虎 这太常见了啊 当然现在不多了 早年间还是有的 大家也都听说过 甚至前些日子 还有人亲眼瞧见野生东北虎的足迹 但是啊 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些 比如说什么黄色老虎 白色老虎啊 这些您在动员都见过 再奇怪点 拿狮子和老虎配出来的狮虎兽 个子齐大 但是没什么脾气性格 这也都是人工繁殖出来的物种 可是不知道您听没听过 哎 只要您问呢 这东北的老人们 在东北三四十年代之前 早就有人传闻 东北不只是有一种 现在咱们认为脑袋上写着王字 黑色的老虎 东北啊 好像还有一种东西 这东西长得跟老虎大小差不多 比老虎略大一点 但是是全黑的 就好像啊 之前咱们讲过于狼的故事一样 狼谁不知道啊 但是被谁又见过呢 同样就如同今天咱说的黑虎 到底还有几个人 能有记忆呢 那今儿啊 咱就扯出这个话题 我给您呢 讲一讲 这已经啊 去世了的这位老爷子 当年在咱这位听友小的时候 他呀 讲述给自己孙子的 一些他年轻的时候 跟着大人们打猎时 遇到的吓人事 咱们今天这位姓金的大哥 这位大哥呀 今年已经四十五六岁了 您想想 他爷爷要是活着 现在绝对过百岁了 本身农村人呢 这结婚结的早 一般爷爷十九岁二十岁就生了他父亲 父亲生他生的也早 所以说他爷爷 他说 我爷爷跟别人真不一样 去世的时候九十一岁 去世那会儿到最后一天 老爷子都没倒下 身体身高有一米八 那都多大岁数了 站直的还得有一米八零以上了 那骨骼一看就是练家子 我爷爷当年呢 就是在兴安岭深山里边居住的 后来才带着我爸他们走出了深山 当年爷爷小的时候 家里几代人都是猎人 在兴安岭啊 遇到了不少的事情 小时候那会儿没事 就期待着爷爷能喝酒 爷爷一喝上酒啊 我坐边上能有好吃的跟着一块吃 并且呢 爷爷喝完了酒 平时啊 不爱说话 特别内向的一个老头 这三五两酒一下了度 爷爷这嘴就敞开了 尤其呢 我是家里的独生孙子 就爱跟我聊 我问什么 爷爷给我讲什么 有时候啊 你们可能都不信 我跟我爷爷喝完酒聊天啊 那会儿我也就十来岁吧 我们爷儿俩啊 能聊到夜里一两点钟去 讲的全都是他早年间的一些经历 到后来 爷爷慢慢说话都不清楚了 牙慢慢的都掉光了 就这样还在给我讲了 老爷在给我留下来的好多故事中啊 唯独一个让我记忆最深的 就是他偏说他看过全黑的老虎 哎呀 我小时候真不相信 因为必定我是七零末期的人 这这这动物世界肯定是爱看的 并且后来有了网络 上网我各种查过 这世间没有黑色的老虎 但是在热带地区有黑色的豹子 这老虎呢 我全黑的 但爷爷说我放屁 他说啊 他当时啊 好多人都见过 并且不只是他一个人 曾经村子里还有人传说过 在之前小时候爷自己也不信 但等他见到的那天呢 他也杀眼了 但是咱这金哥呀 小时候特别任性 就觉得爷爷这骗人 讲的别的故事我还相信 讲的关于黄皮子的一些事啊 虽然学完坏 但能听得进去 但唯独爷爷说的这黑虎 这有点不对了 但是现在再一回想起来啊 老爷子没必要骗他 骗他这干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还有呢 再加上现在长大了 岁数大了 见识也多了 发现世界上每天都在消失物种 甚至人类啊 到今天为止 只发现了咱们地球上 拥有物种的20%左右 也就是说 还有极大量的东西 咱们并没有挖掘出来 所以小时候那种主观一事 也不见得是对的 这些都是金哥跟我自述的 跟我聊了半天 讲的都是他小时候的一些事 还有呢 就是他自己呢 对待爷爷讲的 好多故事的看法 其实金哥跟我说了 六七个故事都有 但唯独这个 我必须得拿出来先讲 因为黑虎这件事 听得我都觉得奇怪 所以您那也别着急 我必须前面给您铺垫瓷似的 不把前面铺垫缜密 您不了解怎么跟来龙去脉 历史背景 所以说这后边的故事没法听 那咱接下来马上 我就给您讲 您就跟着我 一块回到东北的 一九二几年的时候 这新安岭林子里 当年金哥的爷爷 很小的时候 到底怎么看见的 这只黑色的大老虎 咱们今天接下来要讲的 这主角 金哥的爷爷 是二零年生人的 出生在东北啊 新安岭边上的 这么一个村庄里边 这个村子里啥也不出 专门出猎人 东北的猎人呢 有很大的讲透 咱们就不细细言表了 这些都是专业猎人的知识 猎人其实也分好多种 有专门下卧子下套子的 套山里这中小型的动物 也有专门围猎的猎人 什么叫围猎 半个村子出洞 可能一块儿啊 打着一只熊去 还有呢 就走单骑的这种猎人 这种猎人本是最大 大小动物都得吃得透 枪法得准 因为在林子里万一遇到厉害的大的人熊 那一枪下不来 两枪下不来 可就没有第三次机会了 弄不好 人就得交代这 所以这东北的猎人呢 一句半句 咱根本就说不明白 咱主要要听的是 金哥的爷爷 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 金哥的爷爷 他们这村子啊 算是多少被人留下来的习俗 他们村子里的男人呢 大概从八九岁 就要参与跟着大人们外出打猎 每次外出几乎上都是六七个 七八个人组成一支小队 也就是分为两到三股小队 分着各种方向进到山林里边打猎 当时人们打猎啊 主要的打猎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是袍子 鹿 这些东西可以冲击 皮子可以卖掉 剩下呢 狼是最差的 尽量不要打狼 狼皮 现在之前 在那个年代不值什么钱 没什么人要 当然了 无论到了什么时候 熊都是最值钱的 包括那会儿 一个熊胆 照样也是高价 为什么他们要集合在一起呢 因为在他们的那个片区啊 一个人单独走猎 当年不是没有过 但是出事的也是大有人在 因为他们居住的这个地区啊 人熊是经常初步 就是东北的那种大宗熊 站起来好几米高 这玩意儿 拿当时老的猎枪是一枪绝对打不倒的 除非正中要害 所以说五六个人结队 这才是最佳的选择 这不这年吗 大在三零年初吧 爷爷这会儿啊 十来岁的样子 就跟着大人们开始外出学习打猎了 当时爷爷开始啊 先是从学下套子开始学习 各种啊下套子 套小松鼠啊 各种小的动物 而且爷爷说在我们小时候啊 经常这套子会套上黄香 就是黄鼠狼 马上就得给黄鼠狼放了 而且套子一般情况下 都会把黄鼠狼弄伤了 我们还得给它治病 所以当时的猎人 最烦的就是套上黄鼠狼 还有就是打狐狸 打狐狸也有特别大的讲究 这都是爷爷年轻时候讲的 狐狸啊 全白色的可以打 银灰色的可以打 红色的都可以打 但是唯独有一种狐狸 无论这只狐狸是什么颜色 嘴头子的位置是黑的 你可千万别碰 好像爷爷说啊 这老人们都说过 这狐狸啊 嘴黑是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明显的信号 就是告诉你们 我呀 已经开始啊 有灵气的 这种有灵气的狐狸 谁要是打了 也不是没有失手的 打完之后 后边要做的好多事情啊 还不如别打了 更加的麻烦 所以说爷爷他们小时候那会儿啊 他说 这大人们给立的规矩 特别特别的多 哎呦 打猎可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简单的 不像电视里您看的这么好玩 真的在现实中啊 六七天不回家 累极了 哎 这些啊 都是已经失传了的一些东西了 能记录多少 咱就说多少 并且 这关键呢 还是在于 爷爷到了后边 跟着大人们学打猎呀 学到了第二年的冬天的时候 爷爷说 这年冬天 他可算是开了眼了 这次开了眼的经历啊 大爷爷说 当时啊 身边的一些老猎人们 一些大人们 都吓傻了 甚至这些人呢 平时呢 都是神枪手啊 见着了这家伙 没有一个敢动的 这天的事情 是这么发生的 这天呢 爷爷他们几个人 大概是 已经外出在山里边巡猎 第四五天了 说白了 打着了不少的东西 跑好了土坑子 早就把东西埋在里边了 东北的冬天非常冷 打完的猎物 埋在土坑里 比咱现在的冰库还冷了 所以说猎物不会坏的 他说这天下午 我们几个人呢 来到了一片树林 这片树林呢 没来过 从打老远 就能看见树林上面 有很多的痕迹 什么痕迹啊 就是这些树皮子 这树皮子上面 有动物的爪痕 这老猎们一看就看得明白 这一看着爪痕 这就有大型动物 但是当时出了点问题 由于啊 大家没往那处想 看完了这些爪痕 都认为这是熊的痕迹 所以当时爷爷说 气氛非常紧张 这还是爷爷 参与打猎两年来 第一次准备捕猎熊了 所有猎人们 就准备好了上了堂 大家都把枪啊 顶上了火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熊就要出现了 正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 几个人呢 就开始往深山里边 继续深入着 当时啊 他说 忽然间吧 没有任何的仙兆 忽然间就听见 林子深处传来一声喉声 这个喉声啊 低名 沙哑 然后带着一股悲怨的声音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从小到大在山林子里 听见过狼叫熊叫 但没听见过这样的声音 这声音 一叫出来之后 这顿时啊 这大人们就惊了 此时这有经验的猎人们 他明白 这山林里边传出来的声音 根本不是熊的叫声 熊是猴 虎是猴 这是完全两种概念 这一声叫 穿透心肺 叫的当时所有的人呢 按照说点粗话吧 这裤裆都差点叫湿的 哎呦 这会儿就岁数大的人先说话了 我的妈呀 这刚才那爪子印子 那不是熊印子 这看来是遇上老虎了 这老虎可不好打 老虎它不像熊 熊啊 整体移动速度绝对的不慢 但是细节灵活度非常慢 瞄准还是有谱的 但是老虎不行 老虎上蹿下跳 这辨识能力不同 身体的爆发力也不同 猫科动物嘛 您家里养过猫 那弹性是极强的 想打准老虎 那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老虎啊 一旦失手 在短线爆发的速度 比熊快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七八个人也不是个儿 像什么水浒传里演的武松打虎啊 那简直就是小说 谁能武松打虎啊 老虎的骨骼硬度 您了解过吗 你就把拳头捶折了 你也伤不着老虎的筋骨 所以说 这有些东西 这打过来的猎人们 自己是最清楚的 就在大家这紧张之际 正在紧张 正在研究着 是该进该退的时候 爷爷说啊 根本来不及我们判断 这此时啊 就听见 刚才吼叫声的位置 哗啦哗啦的响 从远处啊 大概几十米的位置 就窜出来一个东西 这一东西啊 明显是嗅到了我们的味道了 在四处的张望 站在山坡的上面 可是顿时 包括爷爷在内 还有身边所有的大人 远处 由于下午 光线非常好 看得是清清楚楚 眼前这东西 发出来的是 老虎的轰鸣的声音 但是 达老远瞧着 这玩意儿 黑乎乎的 站在一个山坡子的 大树旁边 这东西和往常 大家理解的老虎 完全是两个概念 身上根本没有任何的黄斑 全部是黑的 黑的油亮油亮的 而且体型啊 像棕熊这么大 比正常的老虎要大得多 正常的老虎五百到八百斤 这玩意儿得千斤左右 这由于这只黑色的大猫啊 站的位置要比爷爷他们高 高出不少去 爷爷他们是抬头往上瞧的 这东西啊 站在山坡巨树旁啊 晃药了没一会儿 这眼神就朝着他们这边 瞧过来了 这正脸这一对上啊 爷爷当时他说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正脸 这老虎身上 哎呦 就真的如同那黑焦炭 一样的黑 身上的毛发 油亮油亮的 就好像涂满了松油一样 然后 这眼睛瞪着我们的时候 这两个呀 冒着红光的红眼 就这么瞪着我 这眼睛里好像着着火一样 当时 爷爷说那种感觉 这一辈子都再也没有了 我在后边打猎的日子里啊 遇到过无数的熊 每次也都害怕惊慌 但不像这次 这个东西啊 个子巨大 黑乎乎的 亮个红眼睛 当时就感觉这歪儿不吉利 这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东西 就感觉 这不应该是属于人间的动物 那歪儿趴在山上 一直怎么低着头看着我们 这猫科动物一旦低下头来 朝着人瞧着 这就是要发起攻击了 轰鸣声啊 一直从他的嘴里发出来 没沉着有这么几秒钟 这玩意儿就张开了雪喷大口 朝着我们咆哮 好像意思是告诉我们啊 坏他妈给老子滚 离开这儿 这是我的地盘 不过还好 这玩意儿没有朝着我们攻击 其实他距离我们没有多高的位置 三两下他就能窜出来 咱们人是跳不下来的 他没问题 这要是跳下来 就我们这极杆破土枪 一点用都没有 就算是枪枪打中他脑袋 这东西都不见得能交代在那 当时我明显能感觉到 我身边的这些叔叔大爷们 全都慌了 其实他们日常的狩猎经验非常丰富 知道遇上大型动物 没子弹了 或者来不及了 该怎么躲闪 可是此时哑雀无声 没有一个人作响 平时爱指挥的 也姓金的 那个叫金大伯的 也不见花了 当时这个氛围啊 我们这些人呢 就是在等待着命运的审判了 哎呦 您看讲到这儿 不知道您理解不理解此时的状态啊 我倒是有个小破经历 我这个经历 我能理解老爷子此时的心情 但是我这事算是个搞笑的事 我就跟您说一下 算是个小插曲啊 我当年呢 看马戏团 那会儿小 十来岁 我不懂啊 那个马戏团外面的笼子是干什么的 我就靠在笼子边上靠着 结果靠笼子边上了 我就听见里边这个笼子里有声音 但是笼子用那种大布盖着 我傻呵呵的 我就把笼子聊开了 结果这一聊开 我的天哪 里边趴着一只大狮子 这大狮子那个大呀 而且这孙子特别坏 他拍在笼子里 他不动我 也不出声 我这一聊开 吓得我一屁股坐地上 那次我告诉您说 我差点尿裤子了 当时我就能体会得到 当咱们人类遇到了这些凶猛野兽的时候 此时的那种心情 和咱在动物园里啊 站在老虎山上 熊山上 拿吃豆老虎斗狗熊 完全是凉麻石 更何况我瞧见这狮子还在笼子里了 可是爷爷瞧见这不一样 他是自由的 就站在山岗的下边 这只黑色的老虎窜下来 这几个人哪 绝对就没命了 不过老天爷肯定是帮忙的 不然咱这故事也就没了 这几个猎人当时就交在那了 这只老虎啊 虽然样貌吓人 看起来特别的可怕 但是并没有当时大家想象的脾气有这么大 一直站在这高坡上边 一个大树边上 像是它的窝的位置 站在那儿 呼哗的这么烂叫着 下边的人呢 发现隔了好半天了 这东西也没动静 大家逐渐的就开始往后车了 山上这只黑老虎 见大家往后车也没有追 但是一直朝着这些人嗡嗡的作响 此时啊 车远了安全了 大家也就冷静下来了 其中一个稍微年轻点的人就提议啊 我看这玩意儿 也他们不想咋呀 太厉害的东西 咱要不丧去 咱瞄嘴的他给他打了就完了 这东西要打下来 这可卖大价了 咱要拿下来呀 拿到沈阳去 这可值了大钱了 这东西 要不咱努一下 咱四次给他打下来 可当时几个老人们不同意 四十多岁的这些猎手们比较成熟 他们知道 可能啊 瞄准好了围捕 一块工上去 有希望展胜 但是 这东西啊 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山林子里边 百怪层出 满意惹上哪个 正在干什么的东西 哎呦 那后边影响的那么好 是后代 甚至是全族的人 所以还是被这些老猎人拦下了 甚至当时几个老猎人远远的 朝着这只黑色的大老虎 举了几个工 嘴里还念叨着呀 哎呦 对不起呀 惊着您了 也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 我们再也不过来这个位置 然后 就带着这些人呢 就这么 离开了 爷爷说 离开之后啊 他们用树皮根子 还有各种东西 绑了这么一大树的东西 这东西用语言形容不了了 都是用树叉做的 类似于风向标一样的标记性的这么个东西 插在了这片林子呀 所有人都要必经之路的位置 这个标啊 爷爷说后来大人们告诉他才知道 凡是在山林子里 看到用树皮子做的这个标志的 都是附近各个村落猎人留下来的记号 意思就是警示大家 不要再往深处走了 这深处里边有你降不住的怪物 好了 朋友们 这期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这大老虎啊 我跟您说 这黑虎栓之后啊 可能您听着有点不靠谱啊 但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讲 这不是第一个人给我说了 当初就有朋友跟我讲过 说我爷爷 或者是我什么什么 大伯什么 年轻的时候见过黑色的老虎 打开你心吗 你相信东北有全黑的老虎吗 我说我 哎呀 哥 我说我没见过呀 这东西 所以说 如果是一个人跟我说啊 我可能真的纠结纠结 这最少两到三个人以上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黑虎那么好 真的是存在的 不过还有朋友说 说东北呀 尤其是有很多湿地 这些湿地里边的那些沼泽呀 是黑的 这人呢 掉到沼泽里边 肯定就死了 但是这个老虎掉进去 是能出来的 甚至他们在这种 沼泽里边洗澡 弄不好啊 就是正常的老虎 在这泥潭子里边 给自己滚了一身黑泥 时间长了 老滚老滚 他也没地洗澡 就洗不掉了 也有这种说法 但是呢 这老虎大概的体型啊 咱心里是有数的 可爷爷描述的这只老虎 有点太大了 野生东北虎的确非常庞大 但到不了爷爷说的这个地步 还有就是爷爷特别三令五神的 告诉咱金叔 他看见的这只老虎呀 眼睛里像冒着火一样的红 哎呀金叔也跟我说 说大凯 这要是像你说的那个 掉进泥潭的情况 那也就是说 这老虎不但掉进了泥潭 还得得上了红眼病 你是这个意思吗 哎呀 我一听金哥这样不高兴 我呀 别跟人瞎说了 所以就把金哥讲述 给爷爷看的故事 直接给咱原本的搬上来 我这工作呀 就算是完成了 得了 那谢谢金哥把故事 分享给我们 本期节目 咱就说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我们明晚再见